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BC Ferris提出新四年未来计划。 据报道,卑诗伦度将提交一份新的四年计划, 该公司称由于面临通货膨胀和明年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将调账票价加以应对。 据报道,伦度服务已向独立的BC Ferris专员提交了修订后的四年计划。 BC Ferris称,由于面临经济衰退,船对老化和劳动力减少的风险, 该计划为该公司制定了新的解决方案。 他们预计2024年成本将会增加,旅行需求会减少, 因此迫使其做出了一些艰难的预算决策。 对于该公司上月底刚获得省政府提供的5亿元资助, 这笔资金为了降低,伦度服务票价上涨。 伦度公司表示,专员将对票价的变化拥有最终决定权, 增加票价上涨将在2023年9月30日之前确定。 温哥华岛海域发生地震 温哥华岛西海岸附近发生了一次小地震。 根据国家地质调查局的消息, 这次4.3级的地震发生在凌晨2点04分。 地震的中心在距离BC省麦克尼尔港约181公里的海域, 深度为10公里。 国家地质调查局网站称, 没有收到震感的报告, 预计不会出现海啸。 根据地质局的消息, 之后的3点29分, 加拿大玉空地区离白马313公里野测得2.9级的小地震。 上个月及2月16号晚上11点, BC省西海岸也发生了一次4.8级地震。 地震中心位于温哥华岛爱丽丝港以西166公里处, 震源深度为10公里。 BC省和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是北美最容易发生地震的地区之一, 而BC省一年中发生的地震, 比加拿大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 因为该地区是卡斯卡迪亚俯冲区的一部分。 两板块常年累月互相挤压形成的压力累聚, 并以地震的形式释放出来。 该地区也是北美已知最强地震的发生地, 即1700年的9.0级地震, 在欧洲人接触北美地区之前。 ICBC严打分心驾驶, 3月是BC省分心驾驶宣传月, 大温地区警察正展开分心驾驶执法行动。 北温警方在8小时内就开出了85张涉及驾驶使用手机的罚单。 ICBC与本周一发布一条推文说, 如果你不确定在开车时, 可以和不可以把手机放在哪里, 请看这个。 在视频中, ICBC道路安全小组成员, 哈维解释在车内手机应放的位置。 他在视频中表示, 当你在开车时, 把手机放在你的手里、腿上, 甚至放在你旁边的位置上, 都是违法的。 ICBC呼吁人们把移动设备放在箱子中, 中控台或放置一旁更安全。 虽然这个教育视频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但ICBC仍然督促人们避免分心驾驶, 并指出分心驾驶可能产生的后果。 BC省警察报告的车祸伤害中, 近40%的原因是分心驾驶, 每年造成约77人死亡。 当局对分心驾驶的处罚也很严重。 如果你被发现分心驾驶, 可能面临368元的罚款, 以及驾驶记录上的4分。 BC省药物保健计划将于下月启动。 由2023年4月1日起, BC省药物保健计划将会包括避孕药具费用。 此举将成为家国首个免费提供处方避孕药具的省份。 BC药物保健计划将涵盖超过60种常用避孕药具的全部费用, 包括口服避孕药,同质或激素子宫环,皮下植入避孕剂, 以及事后避孕药。 在新设的全民免费避孕药具计划下, 目前需要每月花费25元购买口服避孕药的省民, 每年将可省约300元。 有研究显示,在BC省约占40%的怀孕个案属于意料之外, 扩大获得有效避孕药具机会, 将有助于人们更适当做好生育规划。 未来三年内,全民免费避孕药具计划涉及的总开支为1.19亿元。 省长尹大卫表示,妇女平权是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 蒙特利尔市可能取消免费路边停车位。 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蒙特利尔环境委员会CIE概述了23项建议, 以实现城市群更高效、公平和更环保的流动。 其中包括呼吁对蒙特利尔47.5万个街道停车位的每一个实施收费。 CIE估计在该市每年每个街道停车位上花费至少1275元。 他认为,如果每个停车位都收费,不仅是一种回收方式, 而且还将重塑一个城市模式。 CIE进一步认为,免费停车阻碍了开发商寻找其他解决方案, 从而也阻止了城市对其总面积为15.3平方公里的街道停车位进行其他用途的探索。 至于如何引用全市范围内的路边停车价格, 该组织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制定年收入目标。 加拿大夏季预报出炉 农民年建发布了2023年夏季天气预报, 分析了加拿大今年的夏季天气, 包括高温、雷暴和潜在的破坏性预风。 根据这一新的预测, 似乎加拿大几乎所有地区都将迎来一个比去年更热的夏天。 农民年建称, 其长期天气预报显示, 无情的高温将从6月持续到9月初。 据预测, 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 一些地方甚至可能高达37摄氏度左右。 由于潮湿的影响, 预计全国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将接近40摄氏度。 另外, 农民年建对加拿大春季的预测称, 将出现向温暖的动荡过渡, 直到6月才会真正开始升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